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4月9日,曼联客场兴取格兰纳达 星期五凌晨,勾霸杯半准决赛,首回合同时进行,其中西甲队伍格兰纳达坐镇主场迎战英超豪门曼联 凭直拉舒福特上半场的快攻入球,同同班努费南迪斯比赛尾段的12码建功,曼联作客二比零击败格兰纳达 次回合将在下星期五凌晨在澳脱幅进行,曼联手握两个作客入球,同正胜球,占据晋级先机 比赛开始,两队都展开试探性攻势,对抗程度亦颇为激烈,两边互不上样 31分钟,曼联快开球门球,连迪路夫大脚长传至对方福地,拉舒福特反越位成功一控一射,曼联一比零领先 随后格兰纳达开始加强迫抢力度,但曼联依然控制主场上局面 半场曼联带着一比零的比分进入更衣室 换边再战,曼联依然是控制住球权的一方,而双方的拼抢亦是下下倒肉,球正不断出示王牌控制局面 两队轮番对攻,持续到临员场前,比分再度发生变化 90分钟,曼联获得12码机会,班劳费南迪斯禁区内被对手侵犯 球正直指12码,班劳费南迪斯亲自操刀,虽然格兰纳达门将斯华足道路,还碰到个波 但依然阻止不了个波入网,曼联以2比0结束比赛 不过今仗拿到王牌的麦汤米尼,路基索尔,和哈里马古尼 三位防守型球员都因王牌够数次回合停赛 所以曼联亦不可以掉以轻心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 M直播提供英超,二甲,发甲,浩超,KLib,NBA等精彩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,随时随地有波体